我們全民撞球 第一次掌聲鼓勵 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明雄 熊哥 有些朋友在問說 我們打撞球之前 不管是跟朋友娛樂 或自己想要認真練習 或者是參加一些小比賽 會員賽 那之前是不是需要做一個熱身動作 其實是需要的 因為我們撞球運動 跟其他的單向運動都一樣 都是需要熱身 然後需要做一個筋骨 放鬆的這個動作 那對我們上手一開始打的時候 也會穩定性會比較高 那以前我當職業選手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是兩天比賽 那如果有打進第二天 十六強單敗的這個賽制的時候 我們就早上就要起來 那十點開賽 那有時候起的晚的時候 沒有做一個簡單的熱身 然後就上場了 那一開始比球 那一開始有機會上手第一局的時候 有時候球打沒進 或是打進的時候 這個母球 力道或路線都不對 那就是你手 不夠柔 不夠順 手硬掉了 甚至於就是說 你可能沒有熱身 會影響到你的思緒還不夠清楚 也會影響你的判斷 所以熱身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你可以做簡單的早操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把所有的球 可以放在這個發球線上面 如果在那邊剪球三角框的話 你可以大約放在這個中間 顆心點放一排 那你就單獨先打進 對面的底帶 比如說你顆心邊的話 你可以先放柔自己感受一下 觸桿的感覺 然後可以打推桿 然後打中桿 然後打拉桿 看一下母球跑的感覺 看自己的觸桿順不順 旋轉直的感覺有沒有自己滿意 下右上塞 右上塞 一點半的位置 或者是左下塞 七點半的位置 然後再來一個煞車球 自己看看 送的順不順 然後力量再慢慢加大 下低桿加大 下推桿加大 然後也可以換另外一邊 左塞推桿 用這種各個打點 中塞小塞大塞 自己來感受一下 遠距離的煞車再打一下 中桿再送一下 顆心邊架桿 後桿抬高 這樣打進之後 你可以一盤兩盤 覺得自己筋骨還滿開的 出桿的力量有把握 好像自己掌握得還不錯 就是說你的力道掌握不錯之後 再來我們就打目標球 那目標球你剛開始可以短距離 短距離我想說 我打一個小拉桿看看 過發球線 剛好發球線 過發球線之類的 然後這個球我想要拉多一點 到顆心 抓一下力道感覺怎麼樣 這樣還不錯 那再來你可以就是一個 定桿 中距離的定桿 覺得還OK 打個推桿 譬如說我這樣 假設我們打一個推桿 走一個三顆心 看自己的送桿好不好 還不錯 那自己這樣練習熱身一下之後 做不好是什麼原因 因為有時候我們那時候 剛開始一起床 就自己沒有調整好起床的時間 的時候一下去打的時候 有時候都不知道怎麼失誤了 因為會影響我們的判斷 甚至於看球點都會稍微不準 因為你沒有熱身沒有在 warm up 的時候 你那個那個下去的那個 專注點 到不了位就會影響到進球跟做球 好 以上就是提供這個熱身的方法 或練習的方法讓大家參考 另外影片後面會有一段 幾段的影片 是我介紹什麼 介紹我們剛結束的英國這個大師賽 他們的大會總監 Emily那位小姐 她特別提到說 因為試錦賽帶口比較大 好像有人覺得帶口太大 所以她大師賽的時候 她特別講說 這個帶口的寬度是底帶是4英寸 也就是4乘以2.54公分的話 就是10.16公分 大約我們的說法就是1.7左右 但是很多朋友看了博師這個頻道說 奇怪好像看他們擦板得分的成功率 還滿高的 那有人就私密我 有人在YT上面留言 那我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讓大家參考 那因為大師賽她那個科興 是特別跟廠商訂做的 所以她是一體成型 也就是我們常見的科興 正常科興 包括這裡邊邊都是 那台灣很多主桌 你到球場去打的時候 帶口比較小 那台灣是怎樣 是用墊片 就是我們 比如說我們男生去修皮鞋 外面那個底部的那個 鞋跟有沒有那種材質很硬 所以我們這個墊片一墊上去的時候 跟科興她是不同性質 她彈性完全不同 那所以我們如果說要擦板得分 像我們球勝昨天剛好換新的球台布 所以我特別拍了一下 即使冷氣開很強 新的部 為什麼我們同樣類似的角度 甚至角度比 在英國大師賽的角度還要小 正常插板得分的機率成功率要比他們高 為什麼我們擦板得分的比例沒有大師賽來得多 那最主要就是那個墊片的關係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就是因為墊片的關係很硬 它撞了之後就彈出來 那大師賽它是科興 它是比較軟的 所以擦板可以得分 可以得分 不一樣 那尤其是 譬如說有人也接觸到這個 中式台球 那它是沒有墊片 它雖然是弧度 但是在科興邊的紙球 用力擠壓它是會進的 但是在台灣你如果打底袋的話 你用力擠壓在小袋口它是不會進 它一定彈出來幾乎都彈出來 最早是墊片的關係 它材質不一樣在這邊做個說明 好 那不管怎麼樣 疫情還是有點緊張 大家要保重平安 然後撞球是非常好的運動 由於我們的身心 腦 心 手 腳都有運用到 絕對對我們的身心有很大幫助 那到球館去打球 口罩戴好 好 一樣保重平安 好 我們來看Membrony在大師賽 這顆球 它是撞擊到這個底袋腳之前 大概半顆球 還是會進 再來看一下重播 那這就代表這個科興的腳是軟的 那我們來看這顆球 這個撞擊一點離底袋更遠 至少一顆球多 還是會進 好 我今天早上特別在我們的主桌 跟英國袋口一樣 來測試 一號球角度蠻小的 好 插板沒問題 那二號 三號 雖然比一號球角度稍微大一點 但是跟這個Membrony打的那個角度 來講的話小很多 但是不會緊 最主要材質不同 所以兩邊結果就不同 好 各位看到這就是科興 這是電片 兩邊對稱 像電兩片的話 帶口比較小 那科興是軟的 電片是很硬的 那所以在英國公開賽 雖然帶口 跟台灣一樣大 但是英國 大師賽的這個 插板成功率會比較高 因為他是一體成型 從這邊一直到這裡 都是科興 那台灣是電片很硬 所以要打到這個腳 再撞到對面的腳 進球的成功率會比英國 來得低很多 所以各位前一陣子看到 英國公開賽 插板得分的機會蠻多的 那在台灣同樣的角度 同樣的換新球台步 但是他進球 插板得分的成功率 比英國低很多 這就是因為 科興跟電片材質不一樣 所產生的結果 大家好 我是多多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